天主得了人,方济,笛乡背景,舍弃产业,成了两袖清风的穷人,天主却接待了他。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愿得知名同在。 大家早安,圣父早安。 今天我们纪念一位圣人,圣方济,他是我们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圣人, 他也是方济会的会主,那跟随圣方济的有很多很多的修会,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祈求圣方济为我们教会祈祷,也为那些以他为主宝的修会祈祷。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思验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 天主,你正使圣放弃在贫穷与谦逊主的心上, 微妙微笑地使法了基督。 求你尝试我们能不务圣人的房中,追随你的圣子,使我们满怀喜乐与爱心,时时出处光荣你,并服务人群。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 阿们 公读 向他们宣布,我已注意到他们的邪恶,但是,约纳想逃避上主,逃到塔尔西市去,就动身到约培,找了一条开往那里去的船。 他缴了船,他缴了船,上了船,和船员往塔尔西市去,好远离上主。 但是,上主使海上起了大风,狂风大浪袭击那条船,船几乎要瓦解。 水手们都惊慌起来,每人呼求自己的神,并且把船上的货物,抛到海里,以减轻载众。 约纳却下到船舱里,躺下,沉睡了。 船长走到他跟前,对他说,你怎么还在睡觉呢? 起来,呼求你的神吧,你的神也许会可怜我们,救我们一命。 船员彼此说,我们来抽签,看看是谁惹的祸。 他们便抽签,约纳竟抽中了。 他们问他,告诉我们,这场灾祸,是不是因为你的缘故? 你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的?你是哪一国的人?属于哪一个民族? 他回答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拜上主。 他是天上的天主,他创造了海洋和陆地。 那些人听着都很害怕,就对他说,你为什么做了这事? 大家都知道,他正在逃避天主,因为他已经告诉了他们。 他们又问他,我们该怎样处置你,才能使风平浪静。 因为海浪越来越来越汹涌了,他对他们说,你们抬起我来,把我抛进海里,风浪就会平静。 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因为我,才遭到这场风暴。 船员虽然尽力咬讲,想回到海岸去,却是突然。 因为海上的风暴越来越汹涌。 他们就呼求上主说,上主,求你不要因为我们害死这个人,使我们都要丧身。 不要把无辜者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因为你是上主,就按你的意思做吧。 于是他们抬起约纳来,把他抛进海里。 海就平静了。 船员都大大敬畏上主,便向上主献祭使愿。 上主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下了约纳。 约纳在鱼的肚子里,过了三天三夜。 后来,上主命令那条大鱼,把约纳吐在沙滩上。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你从深渊中把我救出。 上主,你从深渊中把我救出。 我在患难中呼求上主,他便应允我。 我从音符深处呼求,您便俯听我的呼声。 上主,你从深渊中把我救出。 你把我抛入海心深处,倒水包围了我。 你的波涛和巨浪漫过了我。 上主,你从深渊中把我救出。 我便说,我从你面前被抛弃。 但是,我仍要瞻仰你的圣殿。 上主,你从深渊中把我救出。 当我奄奄一息时,我记起了上主。 我的祈祷上达于您面前,直到您的圣殿。 上主,你从深渊中把我救出。 上主,你从深渊中把我救出。 主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你们要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 。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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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共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为你 那时候 一个经语学 经语法学的人起来 试探耶稣说 老师 我该做什么才能获得永生呢 耶稣对他说 法律上记载的是什么 你是怎么读的呢 他打说 你要尽情尽力尽意爱上主你的天主 并且爱灵人如爱自己 耶稣向他说 你打得对 你这样做就必得永生 但是那人愿意显示自己有离 就对耶稣说 谁是我的灵人呢 耶稣说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来 到耶里哥去 遇到了强盗 他们多去他的衣服 把他打得半死半活 丢下他就走了 所以 恰巧有一个司机路过那里 却只有看了看他 便从旁边走过去了 又有一个勒威人也是一样 他到了那里 看了看 也从旁边走过去了 但是有一个沙玛利亚人 路过他那里 看见了 就动了怜悯的心 立刻上前 在他的山处 道上有雨 酒 包扎好了 又扶他提上自己的心口 把他带到客店里 小心照料他 第二天 他拿出两个银币 交给店主说 请你小心看护他 不论额外花费多少 等我回来的时候 必要还给你 他认为 你认为 这三个人当中 谁是 那个遇到强盗者的灵人呢 他打说 是怜悯他的那个人 耶稣就对他说 对了 你也照样去做吧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神父平安 在五六年前 应该是六年前 有幸到了亚西西 到了亚西西 也去了 方济会 他们的那个修院 那在他们的修院的教堂里面 有上方济的他的坟墓 在那里 那从这个地方 我们也走了一步远 那边有另外一个女修会 是家兰 神家兰他们的修会 那到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一个特别的一个感觉 我们从远方就看到了一个山丘 那我们就爬上去 到了这个地方就是感觉 这个真的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方济就是在亚西西这个小镇出生的 在今天的赌经浴也好 在福音也好 或是加上我们所纪念的那个圣方济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有共同点 那这个共同点呢就是有一些是 弱小者需要帮助的需要帮忙的 是等待着我们等待着天主援助的手 透过我们去帮助这些人 在读经一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就是在尼尼威 尼尼威人他们是犯罪 他们犯罪 那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也是需要有人来帮助他们 来告诉他们说他们的行为是不对 他们需要要改正 需要改正他们自己的生活 所以天主就派遣 谁派遣悦纳 但是悦纳 因为心里面应该是有一点点的 对另一位人有一点点的恨 所以他不愿意去 这个我们后来我们在明天后天 我们就会看到 约纳对尼尼威人的 他的心态是怎样的 所以他不愿意去尼尼威 他就逃跑到哪里 往他所就是保禄的故乡哪里去了 就是保禄是后来出生的 不过是就是这个地方 但是在途中 就是那个事情就发生了 天主带领他要去他所要指定的地方去 就是到尼尼威 在福音 在今天的福音 是有一个法学士来到耶稣跟前 他要问的就是有关永生 我该做什么才得永生 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 耶稣就问他 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就说了我们应该爱天主 我们要爱人 我们要爱我们的灵人 那耶稣就说那你知道了 你知道得永生就是做这些了 你就去做吧 但是他还想要继续要问耶稣 就是他的目标是为了要试探耶稣 以后他说 到底我的灵人是谁呢 那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 那这个比喻呢 有人就是在这样的需要别人的照顾 别人的帮忙的那个状况之下 有三个人就经过 两个人就是犹太人的应该是属于领袖 但是呢他们一看看 那是他们就经过了 后来就是他们犹太人的敌人 撒玛利亚人经过 他看到了 他就动了怜悯的心帮助他 我们看这个撒玛利亚人 他经过这个地方 这个路线 应该也是经过一个危险的地方 前面已经有人被抢到了 被打了 丢在路边了 那现在呢 他也是一个人经过 也应该是很危险的 但是他不估计他自己的安全 他就帮助了这个人 把他放在他的那个动物身上 这个就是更危险的 如果等一下真的是有人来 这边打他的话呢 他要照顾的 不只是他自己也要照顾 这个已经搬火搬死的那个人 他不估计他自己的安全 他就帮助这个人 那耶稣就问 你看 这个搬火搬死的 他的灵人是谁 他说应该是这个帮助他的 耶稣又再一次的跟他讲 你就照样去做吧 这几个人的救恩 这个不是就是我自己 我当作整个的 我的世界的中心 我的救恩 也要我照顾到 在我身边的需要照顾的人 我们的圣方记也是一样的 他本来生活是好好的 在他自己的家庭里面 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家庭 但是他看到了 在他家的外面 有很多很多人需要帮助 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穷人 那他就把他们家里面的 很多很多的这个要奉献 要帮助这些穷人 要帮助教会 有一天他的父亲就看到了 他把衣服卖掉了 把钱给教堂 他就跟他讲 你要回到我们家 因为他跑到教堂 要入教会 你回到我们家 你要把这些钱 你衣服卖掉的那个钱 要还给我 要还给我 他说 这个要把这个钱要还给你 我真的是做不到 因为钱已经给了教会 但是主教告诉圣方记 说你真的是要到教堂里面 求神父把这个钱要还给你爸爸 他就去了 他就求了爸爸 求了这个神父把钱还给他 把钱交给他 他爸爸 也顺便把身上的衣服脱掉 要给他爸爸 他说我现在呢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的这些 神父就给他一个衣服 一个外套给他 他就画了在后面画了一个十字架 以后就套在他身上 所以圣方记他也看到 他自己个人的救恩 也应该是也照顾到其他的人 照顾到别人 所以从今天的读经义 福音圣方记 我们也可以学习 我们要走向天主 我们就不要忘记 在我们身边的人 也要跟我们一起往前走 到天主那里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奉献于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使得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你的旨意为全身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 相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百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想把圣母拿下 集出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生世光明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愿祝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生于教会所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众众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指令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圣师祈恩的安慰者圣神 亲属于我们及确信友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是一切信仰你的人 捡起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群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上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以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修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礼成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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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圣神降福音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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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认识,我们是基督徒, 别人认识,我们是基督徒。